大家好,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我是Edis 今次6月的Bullet Journal,我就會想用太陽花來做主題 我相信大家家都會有很多的MT 除了裝飾之外,不知道大家有知不知道MT本身是發明來做什麼的呢 MT的英文就是masking tape 顧名思義就是為了遮蓋一些不想畫到的地方 通常我們會用在畫的四邊 有時我們都可以用masking tape來做一些不同的效果 而今天我們就會嘗試用masking tape去製造一些特別的效果 首先要貼一個方形 其實我們中間就會寫上一個月曆 所以你可以預計一個月曆的大小 或者你好像我這樣做就可以了 貼好這些masking tape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畫了 首先混一種啡色 我們今次會畫太陽花的花心 在不同的角落都重疊著這個masking tape 畫好花心之後就要等它完全乾透 然後我們就會在花心的外圍畫上這些黃色的花瓣 如果花是正面的話 那就全部都是平均分配的花瓣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畫一朵向側面的花的話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那些花瓣的方向 然後我們可以用綠色去畫一些比較大塊的葉 這些葉會有一點點齒輪的紋 主要都是畫在花瓣的底部或者後面襯托著那個花 圍著MT的邊緣都畫上了一些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撕它下來 撕的時候要慢動作 輕力的 如果撕得太久的話 可以用風筒 首先吹一吹膠紙 那就沒那麼容易弄壞一張紙了 我覺得撕下來之後這個動作真的很治癒 然後我們就可以畫上一個迷你月曆 或者你有印你也可以跟我一樣印上去 最後就用一些美術字寫上June 封面葉完成之後我們就到月間的部分了 今次月間的部分上面都會用MT做一個標題 做法和剛才都是大同小異的 然後就用木顏色畫月曆的形狀 撕開MT之後就可以寫上June 來到第三個頁面了 這個頁面我會和上一個月是類似的 我會在中間畫三朵的太陽花 有些是正面的 有些是打側的 形成一個花束的感覺 自然一點的 如果你未掌握到太陽花怎麼畫 就可以再看一次 在不同的太陽花 都可以輕輕地調一些不同的深淺度 等它看起來的時候就會有多少層次 向側的太陽花記得在花板上面要注意一下角度 小時候也有寫過毛筆字 所以即使沒有寫稿的話 我都在心裡有大概印象的線條是怎樣的 當然我們不是真的寫著書法 所以只要填好孔孔就可以了 這個頁面我會把它貼上一些這個月發生的highlight 例如是拍過的相片 有些不同的目標 或者是一些想記下的事項等等 我越來越找到適合自己的頁面了 2019年就過了大概半年了 不知道你又找不找到適合你的手帳方法呢 如果未找到的話 趁著暑假 我們一起重新開始了 如果想下載和這個主題相關的日庫 可以在我的Instagram找到 如果想知道多些這個影片中所用到的不同的產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這個頻道會講很多關於手帳 文具 藝術 生活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訂閱我這個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